其實這次的選舉 他們並沒有輸 在未來持續的跟我們公民團體 表達密切的聯繫 在每年的第四季 一定要邀請他們來到市政府 做深入的座檯 容許我用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最後還是讓我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在座的各位 謝謝你們 謝謝基隆 謝謝基隆 我們一起看著這個79988票 迎來8萬大官 這個8萬是代表基隆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我們這一場選戰已經順利結束了 今天的結果不是屬於國良一個人的 是屬於全體基隆市民 對於我們今天我們的市民朋友 對於基隆的未來所做出的選擇 我們要深深的感謝 我們對於基隆民眾 我們一定會用生命來守護大家 容許我用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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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一次的 罷免的公民團體 我們也要表達誠摯的感謝 其實這一次的選舉 他們並沒有輸 基隆的公民 基隆的市民更沒有輸 因為我們用民主投票的方式 來完成了七十幾年來 從來都未能完成的罷免投票 我也在這邊跟大家來承諾 我們一定會用謙卑的態度 在未來持續的跟我們公民團體 表達密切的聯繫 在每年的第四季 一定要邀請他們 來到市政府做深入的座談 共同商討 如何改善基隆市政 我在下週 也會親自的打電話 給我們的罷免領先人 戴景安先生 親自的去拜訪他 跟他一起討論 如何讓基隆的市政 能夠更好 從明天開始 我們會持續的 努力我們的市政工作 我們在 電纜地下化 我們要持續推動 東明路 孝山路的路段 我們所一直掛心的 齊樓整坪 在今年的第四季 也要開始在廟口地區 在愛山愛市路 開始進行溝通跟鋪設 並且我們市府 也將在明年 規劃打造第八座 室內兒童樂園 讓更多的孩子 可以在基隆 過上快樂的生活 這一場選戰 的確他的過程 並不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我的信仰 也一路扶持我 讓我能夠走到今天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愛 能夠充滿了這座城市 以及所有的家庭 我也希望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他 抱歉 我只要講到這些 我都會特別的感動 我們市府團隊在這幾個月 並沒有被這場罷免去拖延到 去影響到 我們還是繼續努力 在做我們的工作 但是我想從明天開始 我們可以用更正面更快樂 而且不顧一切的態度 繼續推動我們的基隆市政 最後還是讓我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在座的各位 謝謝你們 謝謝基隆 謝謝基隆 謝謝